哎我驾汗驾汗穿衣吃饭 他就这么轻也像二一智了似的 那就不叫夫妻了 我可以知道 驾汗驾汗穿衣吃饭 但是你能开始善一 能善二有点吗 老铁们您听到了吧 今天说的王大姐 让大家又一次的听到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 就有的那句经典 驾汗驾汗穿衣吃饭 别总想着驾汗驾汗穿衣吃饭 自己有手有脚的 干嘛不自己去创造呢 太没追求了吧 驾汗可不是为了穿衣吃饭 难道是为了找个长期饭票吗 自己赚钱自己花它不香吗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还想着驾汗驾汗穿衣吃饭 那是老皇帝了 新时代女性可不识这一套 驾汗是为了共同创造幸福 而不是等着别人来养活 别做这种不劳而获的美梦啊 每当有大姐说起这句话 很少有大哥能给出一个合适答案 但是今天的陈大哥 好歹给这些大哥们出了一口口气 给了拿这句话当挡肩牌要钱的大姐 一气响亮的耳光 遗憾的是陈大哥说话舌头没捋直 怎么和之前相亲的大哥 口音相差这么多呢 我是从江苏淮安来的 因为淮安到长春没有载大车 从江苏徐州中转的 大概十来个小时吧 原来陈大哥是江苏人 历时十几小时 形成一千六百多公里来长春相亲 那么陈大哥怎么会长途跋涉三千里 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相亲呢 说起来话就长了 一是陈大哥年轻的时候在沈阳当过兵 对东北有特殊的感情 二是陈大哥特别喜爱原来不玩节目 与其说是喜欢节目 不如说是喜欢参加乡亲的大姐 说是喜欢大姐不知是真是假 但是陈大哥更喜欢的竟然是另有其人 呦陈大哥竟然看上了哪个小星象 真是令人眼花聊了啊 陈大哥让老铁们大跌眼睛了吧 难道陈大哥钟哀的女嘉宾是红娘吗 还是里面还有什么埋伏了 兵不厌诈 让我们继续看他心里那些小九九吧 陈大哥呀 你找对象红娘当然重要 但是有必要把精力用在这里吗 看来这南方人理数也不少 要找好对象先请小红娘 陈大哥唯恐红娘甜甜一个人半事不利 想方设法又把红娘牵牵请来 准备来个双响炮 确保乡亲马到成功 那作为东道主的两个东北小妹可要用点心 给咱知道第二故乡找老伴的陈大哥 好好的物色几位上品的大姐 千万别扫了她的兴臣 给东北人丢脸 你看红娘已经替她着急了 陈大哥你真的不要把精力用在红娘身上 那是只能看不能吃的摆上 还是听红娘的规劝 完成你这次到东北的心业才是呀 那么东北这嘎哒的大姐 陈大哥有没有上演的呢 其实用不着各位替她操心 陈大哥天天看节目 这缜密的小心思都是有位而来的 她肯定在电视上精挑细选 有自己的小乖乖了 净个泼辣又温存乖巧的东北大姐 给陈大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你看她从相亲大姐中认真地挑选了十位 作为这次出关相亲的候选 这么多呀 陈大哥你可要稳住 可千万别挑花了眼 白白浪费你大老远来着老伴的心思 原来陈大哥首先选中是王红大姐 说起这位大姐 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会记得 也就是曾经被金大哥有意冒犯的那位 金大哥竟然很直接的问出了被窝里的话 当时就把王大姐闹了的大红眼 相亲也就不欢而散 这些事说起来 红娘也记得很清楚 王红就我之前我给她介绍过 对对对我知道那个 哎呀你还别说 你俩个儿还挺配的呢 王红王大姐 最起码她搞一米六六一米六七那样似的 然后挺有眼光 两位红娘你一言我一语 坐着对王大姐的评价 和与陈大哥相亲的预期 称赞陈大哥非常识货 可现在的情况是王大姐还担着吗 红娘倩倩和王大姐是有联系的 别打电话了 直接到家里去看看一好一探虚实 咱们八卦王大姐的八卦 跟倩倩直奔她的老巢去见识一番吧 这次我来能能猜到啥事 那你来肯定就是做红娘的事呗 对好事那真是缘分 这么跟你说 就是有一个大哥是在节目上相中你了 年龄跟你也合适 差不多 然后呢一米八大个 身高也行 爱好骑行爱好旅游 那好啊那见见吧 好的 倩倩到了王大姐家里 她已经在家等候了 见过王大姐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她呀又发福了 她的胖瘦和我们没一毛钱关系 真的是件无所谓的事情 只是证明了她现在还担着 这就给陈大哥留了机会 等红娘向她介绍了陈大哥的情况 王大姐欣然同意与陈大哥见面 等陈大哥知道 就要和乡亲的首选目标 王大姐见面时 非常兴奋 特意去挑选了一大兜子水果 就姐 就该大的摸 好 六个苹果六六大顺 这六个就好像就不好看了吧 这个六个不好看 四个 十全十美 十全十美 对 要去选大一点呢 水果往大里挑越大越好 个数不是六六顺就是十全十美 往最好听里选 但愿这美好的寓意能够实现 陈大哥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信心十足的来到王大姐家里 这次的相亲节目 可谓是热闹非凡啊 两个头牌小红娘一起出场 为陈大哥相亲 这是不是很新鲜啊 看看这样的重磅出击 能不能一炮走红啊 哎呀 两个红娘一度一打 双脚炮的相亲就此拉开了序幕 陈大哥 你的艳艺真是让人艳羡不已 三朵浇花 简直比花还好看 笑的都能把阳光掰弯 看到陈大哥 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 眼睛迷成一条缝 笑的比较还难看 这就是所谓的 三个女人一台戏吧 就看陈大哥能否好住这场戏了 同娘的事不说了 介绍介绍两个人吧 是不是大姐不用介绍了 不用介绍了 大哥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陈叫陈龟 来自江苏淮 江苏淮 有两位红娘主持相亲的阵容 还就是强大 那气势比往常不知道强了多少呗 现场的活跃度和幸福指数蹭蹭上涨 陈大哥操着一口流利的淮安普通话 向王大姐简单介绍自己 端庄大方的王大姐 用幽默释放着友善 引得陈大哥开怀大笑 有田田和倩倩两位自身美女的主持 引领乡亲的节奏逐步进入正题 挑逗和见证了两人的第一次肌肤之间 没出息的陈大哥握了一次手还没过瘾 趁着地包的机会又敲眉声的握了一次手 老陈同志你多久没见过女人了 王大姐的手能赶上两位红娘的手先的吗 放着满汉全息你不吃 偏要喝这么苞米茶子粥 还喝了一碗又一碗 陈大哥谦谦君子的形象 丝毫不差地落入王大姐的眼中 第一印象不错 演员还可以过得惯 一是身高 二者那这种真诚的心 相亲场合本是紧张气氛的温闯 偏偏两位老手像是九经沙场的将军 稳如泰山 连那红娘的学质之间 也休想刺穿他们的房月 这场景犹如历史长河中的奇葩 真是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天后大姐这一面 在电视上也不一样 高大威猛的陈大哥 顶着个大光头 与南方多数男人的秀外会众相比 这才叫鹤立鸡群 这种配置非常容易被北方的大姐喜欢 王大姐这段时间 兴许是没注意身材管理 或许世家有喜事胡吃海塞 虽然脱下了冬光 可是身上还像有件面包服似的骨骨囊囊 但对他羡慕已久的陈大哥 丝毫不在意他的发福变胖 王大姐心情舒畅的开始了解陈大哥的情况 哦 真是缘分 穿越了眼帘的重重难关 您终于迈进我们欢居的小世界了 那请您这尊贵的大哥挪挪屁股 给其他可怜的朋友些机会 让我们一同坐在铺满梦想的床上 尽情的畅谈人生 品味各自的瑰丽爱好吧 哎呀 瞧瞧陈大哥那双迷离的小眼睛 仿佛在沉浸在大姐的手掌心 真是被宠溺的无法自拔了 小红的甜美声音 听起来如此悦耳动听 不禁让人遐想连篇 陈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头晕目眩 还是身陷温柔香 哈哈 真是晕头转向 不由得让人嘴角上扬 心招不宣 大哥鼠鼠大街鼠虎 本来可以平平淡淡在一起 过日子也能马马虎虎 可老辈子里传下来的谚语 说是猫鼠不同屋 都老掉牙的皇帝现在还享用 君不见猫鼠 同居一世鼠当家 狸猫成了老鼠的玩具 原来是猫吃老鼠 现在是老鼠戏猫 时代在进步 动物在计划 谁能说得准 若干年后是几条腿的动物 在管理着世界 小编静下扯 你是在妖言获重 还是到相亲现场 继续关注这场双奖炮的相亲吧 我爸一个8加1 一个2加1 我都挺挺挺啥的 8加1是9 2加1是1 因为我爸 2加1不是3吗 2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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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受不了 因为我有这编定 他这边有一点 我立刻就不行了 大哥的烟是一天得多好吧 在推行之前 一天一波 现在呢 讲少了 一天设置吧 我不是一个很不自觉的人 我也希望身边有一个人管得我 在正常人看来 作为男人喝酒抽烟 双配套 才是大男人的标准配置 少酒戒烟 是最近几年的新要求 陈大哥从80年 在辽宁当兵开始抽烟 是个名副其实的老牌烟鬼 虽然上了年纪之后 陆续借烟抽的越来越少 相信有一个娇妻在身边督促 很快就会把烟戒掉 更不会无度的抽烟 危害自己和爱人的身体健康 他还想大展厨艺 把这个未来的爱人吃得更加发福 白白胖胖 油光水亮 我可是只管吃不管穿的 陈大哥远道而来 开门见身 下面今日咱们老铁们喜欢的药钱还姐 大姐的小眼神 透露着自己的小算盘 精彩开始了 生活费开支 我可以全力承担 你厨房里边的什么 其实你买衣服还是干啥的 那是你的事情 那我找你干啥呀 吃喝太多钱了 我算几次花 我一月五六百块钱 我都够生活费 哎我叫喊叫喊穿衣吃饭 陈大哥话刚出口 王大姐就烦了 乡亲第一次见面 就声明只管吃喝其他不管 这和自己最反对的 哎哎制就差个饭钱了 这样我还找你干啥 找男人就是穿衣和吃饭 这个最基本的保障 陈大哥就不能提供吗 我可以知道 家喊家喊穿衣吃饭 但是你能开支生 能生二月年吗 正如陈大哥所说 你现在嫁人能够生孩子吗 穿衣吃饭这句话 产生了社会基础 你人那时候是扩大 再生产的生产资料 是劳动力再生的资源 现如今一是 你已经失去了这项功能 二是这句话 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 再用这句老话 拿捏男人是做不到的 别说是老年在婚 即便是初婚的年轻女人 绝对不会等着 一来伸手翻来张口吧 那你说 家喊家喊穿衣吃饭 对吧 那我不知道 你第一次婚姻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明确说 那我天天躺平 躺在家里边 哎呀 咱们这位大哥真是博学多彩啊 舌战群如如同 过江之际 犀利的语言 能划开大紧的防线 看到我们两位红娘 都是眼前一亮 两眼直放光 瞬间感觉灵魂 都被变了的魅力带走了 既然嫁汉穿衣吃饭 那么嫁了之后 靠着这句话 就可以轻轻松松 啥都不用干了 你看王大姐是如何应付的 我找我的丈夫 我也是共同奋斗 我们不谈平 我从来没谈平过 包括现在我自己还没有生意 我都不用他给我买 也不用他给我买 他只要是一个大部分话 我都OK了 明白意思了吧 你要一个态度 对对对 王大姐此时哪能 是用生气两字就能说清楚了 用气息败坏来形容 才能刻画三番洪荒之力的狡辩 一直在努力从未躺平 那么再婚之后 反而有了要躺平的资格 在自知理亏的前提下 又说要的只是个态度 这样一来是你在说假话 还是在鼓励陈大哥说假话 明明做不到的事 你可以先答应下来 有这个态度就行 试想陈大哥 你要什么他答应什么 满足了你当时的凶心 后来啥都不去做 这样的陈大哥你会喜欢吗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 现在众王大姐 对陈大哥已经是不喜欢了 比较积极 咱们拿不了 那生活到一起 那干脆不行 我就得早有质量的了 就是总能读懂我的 他读不懂 都别往心里去 没有就还是好朋友 这么老远来的吧 我也非常感动 你就放心地见下一位 但愿你找个 真心如意的好心 是你复杂 还是陈大哥致力低下 说他读不懂你 小编怎么觉得 他早就把你读懂了 只可惜你已经失去了 生产力再生的能力 不过王大姐临别时的赠语和住院 还是挺灵的 要不就不会有老陈头 东北乡亲的第二季了 今天的乡亲宣告失败 老铁呢 陈大哥乡亲会顺利吗 他能找到称心如意的那是他吗 请在评论区留言 请关注不迷路 打资每天带你乐喝一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